從哪裡開始寫 你看一下 我們現在從畫桿無心開始寫 畫桿無心從這裡過來 筆封切過來 有一點切的感覺 然後往旁邊再慢慢帶 慢慢帶 然後這樣過來 那你說 這個位背要不要收筆 你不要讓它太尖就好 其實OK的 這樣過來對不對 然後從這裡這樣過來 這樣有一點點的 有一點點的斜過來 這樣一點點推 因為你是背嘛 所以有一點點的出的推的感覺 然後再來桿 從這裡過來往下 然後從這裡往上 那要不要收筆 不一定要收筆 但是不要讓它太尖銳就好 筆封提過來 這樣 然後點回來 有沒有 從這裡吊上去 這樣推過去 背是用這種方式推的 因為你如果用斜的 寫不出來 寫不出來它的感覺 這樣過來對不對 這樣過來 往這邊帶 從這裡推上去 有沒有 然後從這裡按 切過來 然後適度的有一點點抖動 有一點點抖動會比較傳神 然後畫桿 無心 從這裡過來 這樣過來 然後呢 從這裡往右上斜 它的姿勢比較多的部分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斜度 斜度滿大 你看喔 往右上斜 但這裡對不對 一點點回來就好 很自動的自然的 縮筆 所以 沒有刻意去縮筆 但是有沒有縮筆 好像是有肉舞 又好像有一點點縮筆的感覺 好 點 從這裡過來 回縮 這裡過來 回縮 然後這一塊在中間 然後這個再往旁邊來 重 一點點回縮 有沒有這樣寫 像這塊梨就是要這樣 有勢有肉舞 好 像這種點這樣下去對不對 往內 往外再往內回縮 然後從這裡 按了以後 平的 平的 然後推 推過去 有沒有 然後很接近那種杯的感覺 所以要揣摩那個杯的感覺 有沒有 好 草從這裡下來 有一點方對不對 嗯 然後從這裡過來 然後從這裡往上 這個要有一點方 比較渾厚的寫法 燙 然後這裡下來 然後從這裡往右上寫 從這裡按 慢慢的慢慢的 慢慢的讓它滲 暈 有沒有 然後從這裡過來 然後慢慢的回進去 然後從這裡 從這裡慢慢的往右上寫 重一點點 然後慢慢慢慢過來 好 有一點點是說 好像要縮筆 但是它是自然回縮 到這裡一點點的 這樣 有沒有 好 好 那跨桿無心草石之變 這個石頭比較特殊 你看 切下去對不對 然後呢 整片 繞過來 往上提 這樣 再慢慢的 慢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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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 有沒有 好 從這裡下去 有沒有 從這裡 比鋒帶過去 從上提 按下 有一點點 外出一點點 有沒有 然後從這裡 繞過來 進來 有一點點處理 齁 然後這個要注意一下 齁 十肢 從這裡往這邊帶 好 所以 讓它比劃 看力道 從頭帶到尾 然後從這裡 上下 然後 往旁邊出去 好 點點在這裡 慢慢下來 按就好了 從上面下來 從這裡 細的往上面 切 切得很齊對不對 下來 有沒有 然後再掛過來 然後 好 你看一下這個 這個便 從上面下來 有沒有 然後從這裡過來 尾巴還是有一點力量 然後細 然後 中間先寫 你說啊 老師這個筆順是這樣嗎 中間先寫 比較好寫 然後呢 從這裡進 然後 劃下來 從這裡到 從這裡進來 從這裡 從這裡 然後從這裡 慢慢出去 慢慢出去 然後到這裡 可以慢慢接的感覺 從裡面 往下按中 慢慢的往旁邊出去 很好玩對不對 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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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基本的 來 好 從這裡下來 對不對 然後從這裡往上 提 然後切下來 有一點點往外 然後這樣下來 然後這樣過來 然後從上面 這樣過來 從這裡 拉過來 就好 從這裡進 一點點方 有沒有 從這裡 平行 有一點斜度 然後推上去 好 然後在這裡 一點點外出 然後這裡 過來 好 擠 擠也斜度要大 有沒有 從這裡 下 往上 按 下來 然後 從這裡 往外 剛開始有一點平行 但是慢慢接近它 然後從這裡 由下 往上 拉出來 往下按中 慢慢 慢慢 出去 好 拳 拳也是很經典 斜度 對不對 然後 直的下來 從這裡 往上 提 然後從這裡過來 然後從這裡過來 然後從這裡 從這裡 鍋 注意一下喔 從這裡推過去 推過去以後 會有這種現象 這樣過來 切 拉長 從這裡過來 這個短一點 從這裡 按中 慢慢慢慢慢慢 放 慢慢放 就好了 好 木 從這裡過來 縮回 從這裡上面過來 有一點點 的帶過來 然後它推過去 推上去 好 從這裡 好 從這裡 下來 往旁邊 中 慢慢出去 好 看琴 琴拉得很長 好 往下面 中 出去 然後這個地方 這樣就好了 從黏住 然後它拉過來 一點點 往上提 這樣就好了 站過來 從 它這個太看 往上提 好 然後一點點推 然後從這裡 讓它有一點點暈 暈 然後一點點 上去 這樣就好了 好 魚 我有改良了一下 往上推 拉長 你如果不改良 你就看 沒有什麼生理 比它好看 還好啦 還好啦 往上提 像這種就是 腳腳的問題 要學會 學會 入學 不認識 因為暗 就不會看 味道就失去了 好 那自己的字 自己的字 自己的字 它寫的笨笨的 往上提 往上 這樣 有沒有 下來 它其實它很直 然後 短的 然後長一點點 然後從這裡拉過來 會黏住 好 按這樣過來 這樣過來 然後呢 下面按 按了以後 靈角這個一定要出來 所以寫那個像章母螺 你的靈角如果沒有出來 就不好看 但是有一個 比如說像那個 那個什麼 正文公碑就比較柔 比較柔 會抖抖抖 它是沒有那麼明顯 這個腳很明顯 這個腳上去 上去 重 一點點回收 這樣就好了 好 上 上也比較難寫 但是它兩個不熟 這樣過來 往上提 往上提 過來 按 推上去 這樣過來 這樣過來 好 這個過來 這個過來 然後 這樣過來 這束從中間下來 拉下來對不對 好 然後呢 從這邊過來 這樣過來 上去 挑上去 這樣下來 一個分 這個一個分 好 下來 這個蠶呢 這個蠶呢 就是從這裡過來 往上提 有沒有 如果你寫太大了以後 這個字就不好看 所以這個 這個蠶就 不容易寫得漂亮 這樣 其實它少了一點 你知道嗎 但是 衛碑有時候 有時候 它比較 自省沒有那麼嚴格 要不然這個應該多一點 這也要多一點 至少這一點一定要有 所以 它少一點 對 對 所以這一點要疊上去 對 這個少一點 對 這樣 這樣 然後從這裡 然後 束畫寫在這裡 這樣就好 其實不需要出去 從這裡 有一點點出去的感覺 好 好 帶一個短撇 再一個長一點的撇 然後 這個從裡面出來 一點點就好 所以 所以這個帶 就 重在右邊 右邊比較重 然後從這裡下來 往右上寫 然後 這個再來 然後 從這裡 從這裡 往 往下 推 上去一點點 好 推的時候 要推一個菱角 來 奢 奢 這個背 寫窄一點 往上提 直的下來 然後 咦 這樣過來對不對 這樣平 它幾乎沒有平行 這個東西 很難講 點在這裡 從這裡 短 這裡短 然後在這裡拉長 然後從這裡 兩橫 從上面 下來 推 往旁邊去 然後點到這裡來 好 奢 黏 黏短 短撇 這樣過來 這樣長的 長的 從這裡過來 然後 短橫 稍微 長一點的 到這裡 然後從這裡 按 直的慢慢下來 好 有沒有的 有 然後如果我們從這裡開始寫的話 往右上寫 中 然後從這裡過來 慢慢的 有一點點 弧形 然後出去 從這裡下來 從這裡過來 往上提 按 拉 這樣對不對 推 推出去一點點 變成這樣 然後 這樣 拉開一點點 這樣 這看起來好難看 這個老闆 就不一樣 沒有 不好 好 因為我們的習慣 就是用楷字看 可是它的成長背景 或者是 這個的寫法 就不是楷字來看 從這裡過來 然後接近這個地方 然後往這邊帶 推上去 然後從這裡過來 我們是用楷書來看 所以會有這種 不好看的感覺 好 來 成楷 楷 一個楷 看一下 從中間來 窄一點 它寫得很窄 然後 平行 平行 從這裡過來 右上 右上 這樣就好 好 這個拉長 讓它不平衡 它這個 它這種 這種 字 有時候很明顯 很多不平衡 這樣過來 往旁邊來 一點點 然後平行 積越 然後從這裡過來 然後從這裡往上提 往下 慢慢的上去 上去以後 這樣 再接積越 而 而 剛剛好玩 從這裡過來 點 往上 推上去 我們以往的那種對稱概念 在這裡好像有些地方行不通 從這裡過來 往上提 下來 有沒有 然後從這裡過來 好 從這裡 有一點點 進來 按 按了以後也是推 有沒有 好 然後呢 我們這肉款啊 張猛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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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 靈 好 這樣就 幾 好 古人很多臨背 當作藝術品 臨背 當作藝術品 當作藝術品 還沒有立東嘛 我們寫了以後就可以吃 薑母鴨 就立東 好 好 好了 這個筆 這個鞋 好